凉体温了 这么丰盛的菜 你俩怎么不吃啊 来 猫猫 凉体温啊 夹好了啊 轮轮掉下来 有心事啊 没事 算你这种没心没肺 没良心的人 能有什么心事啊 说什么呢 你怎么还穿这身衣服呢 你穿这衣服像什么话呀 搞得我们这个医院 像宾馆似的 怎么能不吃饭呢 不吃饭病怎么能好呢 你看 这么多好吃的 来 吃个鸡翅 好吧 你先轮轮就寄给姐姐 正常 买你的给我 正常啊 你待会儿呀 这衣服要再也不还回去 我就跟我们护士长说 萌萌 乖乖吃饭 穿饭 待会儿姐姐上来接你 好不好 走了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你就是萌萌吧 你就是萌萌吧 我是你爸爸的朋友 你都长这么大了 你这么多年没来看她 她可不长大了吗 我见你的时候你还小呢 阿姨 给你买了点水果 妈妈 我不是你妈妈 对不起 我不是你妈妈 你不是他妈妈 你当着来干嘛 你为什么不承认 你为什么不承认 他都已经没认出你了 他都叫你妈妈了 你有没有考虑过他的感受 你有没有人性啊 你有没有想过 你不承认还不会怎么想 喂 我跟你说话 你来干嘛来的 你给我回去 你说到了没有 我忍你很久了 你知道什么 你懂什么 你没有资格在这儿说我 是 我什么都不懂 但是我知道孩子需要妈妈 你会后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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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妈 她忙没时间 忙得没时间吃饭呀 她做什么工作的 护士 护士 护士好啊 以后我生病的时候就有人照顾了 妈 有你这么照自己的吗 没事生病可还行 她姓什么的 多大了 我姓梦 叫梦想下 行了 妈 你别包了 你赶紧把这馄饨先给我下了 我饿着 行行行行 好好好 你赶紧啊 稍微细点啊 我这就给你下 好 好 你干吗呢 在哪儿呢 医院呢 几天下班啊 干吗 不要请我吃饭 不光请你吃饭 这回还升级了 什么意思 今天啊 是你未来的婆婆 要给你摆一桌饭来的 天上飞着地上跑着 还留着 一个都不差 是你发烧呢 还是你妈发热啊 怎么想起请我吃饭了呢 你不是都答应我了吗 我跟你说啊 梦想下 我都救了你这么多回 雨水渗火热了 你就帮我一次不行吧 什么意思 我俩是被海归吊住了 现在正把我往深海里拖呢 是不是你以前跟我说的 你妈妈给你爹那个娃娃亲 是啊 我跟你说啊 你今天如果要不去我们家吃饭 她明天就赶上我们家来相亲了 那不是好事吗 你赶紧跟她结婚呀 明天生个儿子跟我玩 不是 你能不能有点正经的呀 你 你今天要见死不救 我就敢跟你去交你心房 你让我怎么救你吗 不是 你能不玩这选择性示异吗 咱俩不都说好了吗 你今天晚上要上我们家吃饭 弄不好 我妈能给你准备份彩礼 只要这钱你拿到手里 我绝对不玩意 行吗 不行 我今儿哭气不行 我还有事呢 董事长好 大家好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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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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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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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出院了 没出院 我这儿临时回来一下 大家先忙吧 好 陈总呢 她去银行了 应该很快就能回来 一会儿呢 您让小园呢 把财务报表送到我那儿去 让我看看 趁总回来以后呢 你告诉他 我找他 好 喂 三船 你在哪儿呢 我在公司呢 你怎么跑公司去了 你有事吗 我当然有事了 我现在回去换衣服 忙我不让我走 忙吧 我先放你房间 我让秘密帮我看一会儿 我把这边手头事情办完了以后 我会尽快回去的 好 先这样吧 他把电话挂了说来不了 你回去吧 孩子有我呢 小哥 你先陪我去个地方 老板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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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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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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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能不疼吗 李嘉豪 你叫我干嘛来了 看你爱打来啦 不是 我 我 我昨天晚上没睡好 要不然状态不能这样 这要平时 我三拳就能给K-O了 牛都死了还吹牛 孟小夏 你能不挤得我吗 你不挤得我会死啊 你说我都这样了你还 喂 大叔 你在哪儿呢 毛毛不见了知道吗 怎么会不见呢 我哪知道还去哪儿了 我一回来这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连看护人都没有 那你赶紧找找呀 您护士长去监控室看看 有没有跑出医院 刚才医院的监控车看到毛毛跑出去了 毛毛跑出去了 你在哪儿呢 我过去接你 咱们一块儿去找孩子 那行 那你开始过来接我一趟 我跟你一起去 行 你在那儿等我 我妈过来 你叫好 我有点紧事要先走了 打电话啊 你就不能关心关心我吗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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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知道毛毛回家了 我猜的 那样不是呢 那是你们医院的责案件吗 这个咪咪看着孩子都看不住 肯定又在玩手机 大叔 你是开投资公司的吧 是啊 怎么了 那你应该投资毛毛 投资当他爸爸 你想 你现在投资毛毛 不仅有一个人每天管你叫爸爸 再过个几十年 整天老年痴呆了 还有人养你 最后再给你送妆 多值啊 就扔了定了 什么叫怎么定啊 你可怜可怜毛毛毛 不管怎么样 他的爸爸也在你手上没的 那我干嘛 再蹬也是不管你选的事实 那干嘛呀 你说停车就停车了 难怪你会追尾了 多危险啊 下去吧 我让你给我下去 怎么了 刚刚还好好的 说翻眼就翻眼 你刚才说什么呢 你以为我想毛毛的父亲 死到我车上了 是我把他弄死的 那我受了那些苦 找谁说去啊 你不正跟我说什么呢 好啦 对不起 我刚才不应该跟你说 毛毛爸爸的事情 我们先开车吧 说了 对不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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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から 部命ů 几楼啊 三楼吧 妈妈 你怎么自己跑回来了 我想回家 可是我打不开门 那你有钥匙吗 钥匙在那儿呢 这个门锁好像换了 毛毛 你出院了 张爷爷 伤着哪儿了 没事 没事就好 怪可怜的孩子 你们是谁呀 我们是他爸爸的朋友 小苏怎么这么倒霉呀 年纪轻轻的就 您怎么知道他出事了 房东来过了 警察也找过他了 说这个房子不租了 他把门锁都换了 人都那个了 晦气啊 这人怎么这样啊 不租了也等人家 办的东西再换锁 现在怎么办啊 进来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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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你跟你爸爸 在这个地方待多久了 上学前搬过来的 你先住地下室 你有一个好爸爸 他宁可自己住这么一个地方 也让你上最好的学校 爸爸说了 让我好好学习 将来搞成最好的大学 找到最好的工作 这样子就能买最好的大房子了 妈妈 你回来就是拿照片的吗 天上的爸爸我看不见 找天上的爸爸我能看见 我想爸爸了 我想爸爸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家人 家人 你出院了 没有呢 认识吗 这不小夏护士吗 这毛毛叫泡杀叔叔好 泡杀叔叔好 毛毛好 哥 这都饭点了 肯定来我这儿吃饭了吧 那当然哪 得宰你一顿 小夏 毛毛 你们今天放开来吃啊 泡杀叔叔请客 好好好 请 请 请 哥 还要点什么吗 不用了 来 够了 谢谢啊 萨儿 我有件事想跟你谈谅 好啊 你们吃啊 慢慢吃啊 有个事呢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你说 你跟书彦有没想过要受养孩子 你那意思让我们受养个孩子 我说的就是她 这孩子不是有亲妈吗 警察不是还没找到吗 找到了 可是她亲妈就是不认她 那她也没别的亲戚啊 爷爷奶奶也没有啊 她爸就是姑姑啊 哦 哥 哥 你看 这又不是受养小猫小狗的 再说了 你让我突然当爹 这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啊 这我得给书彦商量商量啊 这事呢我想了想去啊 真的没有一个合适的人选 我得想到你呢 你跟书彦好好商量商量 我是觉得这孩子太可怜了 你放心吧 哥 我晚上回去就跟书彦商量商量 喂 啥 让我们受养孩子 不行 你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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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看那孩子挺可怜的 可怜她干嘛自个儿不受养啊 她一个大男人她咋养孩子啊 是个女孩还行 是男孩儿兼就不要 那为啥啊 养男孩儿那是养白眼狼 一长大去别人家当儿子了 女孩儿就不一样 不说找个富二代 怎么也可以跟我们带回一个 免费劳工女子对吧 有道理 当初啊 我娶你之前我想我得是地主 谁知道娶了你以后 我就变成长工了 我什么呢你啊 我还配不上你了 要不是因为我 你还是打工棍呢 你偏心 行了吧 真的啊 跟你大哥说 那孩子我们不能教养 行吧 我就给大哥说 那孩子大了 也懂事了 咱们不好养活 就是 让我们帮他收拾那个烂摊子 没门 来 萨儿 你说 曼婷也会不会因为她 才跟丁曼离婚的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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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就是一个护士 她跟大哥才认识几天了 真有 说什么你都信 今天真的是给我上了一个 好 原来父爱也可以这么伟大 我学的 你这人起来啊 其实挺可爱的 没那么讨厌 大叔 你真的不考虑收养毛毛吗 我今天带你们去那个户口店 那是我兄弟开的 我就想说服他们 能不能收留毛毛 可是毛毛现在就认你啊 我不合适 那他认你呢 你能做他妈吗 我才多大啊 我要是把毛毛带出去 说是弟弟还差不多 说是我儿子 那我也太怨了 那不一样吗 你怎么能一样呢 你从年龄到自身条件 都是最适合受养毛毛的 你要是把毛毛交给你个兄弟一样 说不定过两年也吃成大胖子了 你不需要将来是火锅点老板吧 人家毛毛的爸爸 这辈子省吃俭用 住那样的环境 都让毛毛受最好的教育 是为什么 为什么呀 我知道为什么 可是我认为我不合适 再说了 那警察怎么处理毛毛 我还不知道呢 那万一他亲妈回来了 回应转移的怎么办 不可能 毛毛说了 就算妈妈回来认她 她也不会跟她走的 行了 毛毛还等着你的 你赶过去吧 你去吧 来来 你再考虑考虑 你在看什么呢 我看到天让的爸爸了 学校姐姐 你只要眯起眼睛 就能看到了 是吗 真的 对啊 去公司找她 说她在工地 到了工地 又说回公司开会 现在打电话 要不没人接 要不直接转到秘书台了 到处找不见这个人 我知道了 你下午呢 去一趟风车的公司 把他们设计图拿过来 好的 另外 保险公司那边 还有些手续 可能需要您去办一下 我知道了 这个事呢 你先别管了 可不能到车上跑了 小伙子 姐姐带你到哪儿玩去了 老大 我今天晚上升级加班 妈妈 你先为自己的病房 姐姐说几句话就回来 好吗 乖 这孩子差点丢了刚才 我找了半天才找着的 你猜她去哪儿吗 去完了 她偷偷跑回家去了 她现在情绪很不稳定 我怕再出什么事 而且晚上她一个人睡觉 也挺孤单的 我留下来陪她吧 反正回去也是一个人 小夏 尽管你都这样了 就哪样啊 疯疯癫癫啊 大打咧咧啊 没信没费啊 但我还是喜欢你 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善良 走了啊 姐姐 我害怕 怕什么呀 姐姐今晚上陪你 就睡在你旁边 这样保护你 好不好 你能给我讲个故事吗 你想听什么故事啊 三只小猪的故事 行 有一天啊 她会狼来了 跑到三个小子的门前 看到那两个用木头跟书叶堆齐的房子 就说 你们这样的房子怎么会拦得住我呢 我用嘴一吹 就给你们吹大了 朱哥哥就看到就说 哎呀 你用砖头盖房子是很难的 要建很久很久才能建起来的 朱妹妹说 可是这样的房子很坚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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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淘气 来 来 来 萌萌 一大晚上你跑我这儿干吗呀 叔叔 我害怕 没人陪你睡觉 有 学夏姐姐 那她人呢 她睡着了 我不喜欢和女人睡 以前都是爸爸陪我睡的 叔叔 我能睡你这儿吗 睡吧 睡 睡吧 来 睡这儿 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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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东西怎么偷偷跑这儿呢 晓晓 你这么搞不会有问题吧 没事 有问题我担着 哪有这么便宜这土豪啊 他要光出钱就行吗 咱们也得恭喜点爱心才对嘛 是不是 你们两个在背后耽误我们呢 你怎么从这步出来了 你还好意思说呢 你过来看看 哪个 昨天晚上偷偷地爬上我的床 弄得我一晚上都没睡着觉 跑到小屋去睡 哪儿 连被子都没有 这不挺好的吗 好什么呀 你想啊 人家孩子三个半夜跑过来找你 说明什么呀 说明什么呀 说明你们有缘分啊 整个被子我都给他抱过来了 今天晚上 那儿睡内屋 我找不到你了 大不了我再回来给你们当特户嘛 你胡说什么呀王小佳 你凭什么替我拿主意啊 没有替你拿主意啊 我是替毛毛拿主意 反正你接受也得接受 不接受也得接受 我凭什么要接受啊 就凭你孤单她也孤单 两个孤单的人相遇人命在一起 你不孤单了她也不孤单了 你给我闭嘴梦耀家 我告诉你 又欣娅姐姐 妈妈 你醒啦 妈 这个就是你的不对了 谁让你跑过来几日叔叔睡觉的 搞瘾叔叔都睡不好觉了 今天晚上呢你就住这屋 这才是你的房间 走 我帮你看看啊 曼曼 从今天起呢 你就住在这个房间了好吗 嗯 好 那姐姐帮你铺上啊 你开心吗 开心 董事长 我去过建达了 本来我是想查一下各方的 入账凭证 但是冯哲找各种理由来推播 后来他看我没有离开他们公司的意思 这才把他们的财务给叫过来 本来还想糊弄我 后来我坚持要换各方的入账凭证 把他逼急了才跟我说实话 说有家公司的钱要等几天才能到 这项目资金不到位 项目就没法按时完工 所有的风险都在咱们头上 那你给胡向东打过电话吗 打了 他说他也不知道具体的情况 今天胡向东会过去吗 他说他人在海南 要过两天才能回来 不过两天 毛毛 有人吗 来 进来 有人吗 你好 你们是 是这样 这是我女儿小可 是毛毛的同班同学 听他们班主人说了毛毛的情况 所以特意来看看毛毛 他在吗 他在里屋呢 我是他的特户孟小夏 来 跟我来吧 好 进去吧 毛毛 我们小可不来找你了 你看 小可来找你了 毛毛 怎么样你 挺好的 可是还不能出院 没事 过一点时间就可以出院了 嗯 毛毛 我妈妈买了好多好东西 你咱们一块出去吃吧 去吧 去吧 谢谢 毛毛恢复得怎么样了 挺好的 当初 让毛毛父子搭车的那个男的 也住院了 你说的是万天野吧 这个就是他的病房 但是他们俩都是昏迷着进来的 不过现在都没什么事了 这段时间 还真是多亏他一直陪着毛毛 毛毛这个孩子可是真可怜 苏晨这一走 本来就没有亲妈 这回来亲爸也没了 其实他妈妈找到了 找到了 但是他妈妈根本不打算要毛 为什么 亲妈不打算要自己的孩子 我还纳闷呢 这事实上怎么会有这么狠心的妈妈 那这个万天野 你这两天一直都在照顾毛毛是吗 他会不会 有将来受养毛毛的意思 绝不可能 这个人就是个土豪 只对钱有意思 哎呀 万总 您怎么来了呀 您不是住院的吗 有封总在吗 我们总往这会儿再忙 我帮您约一下吧 万总您 哎 关键是资金链断链了 你想想 光这个地段的房价 那 有车 哎呦 万总啊 您 哎 连总啊 您想好了赶紧给我电话好不好 拜拜啊 万总 您怎么亲自来了 找你很难哪 看来你很忙嘛 你看你有事打个电话 我去不就得了吗 这件事情他在电话里说不清楚 这个情况啊 可能陈总也都给您汇报了 是的 但是呢我想听你说 在您和胡总之前呢 我也找了一家公司 出资两千万 这合约也是先于咱们签了 可是到后来吧 林道了 人家就公司资金链断了 这得拖几天 可是你说陈总他 把什么开工日期啊 盗款日期啊 在这个修改的合同上 全给限定死了 你说这些啊 是这 是我让他办的 那些条款呢 都是我让他修改的 刚才呢我听你打电话 是需要钱吧 是 你看 我这不是也给自己留个后手吗 是这样 这笔钱的我来出 而且呢我保证 在五天之内 把钱打到你账面上 真的 那太好了 钱我出 但是有条件的 我投进你的所有钱 除了贵黄本金之外 建大必须以公司的内部价格 用同样价值的抵商 来支付包括抄袭在内的 所有利息 对 管总 您这招可是将了我的军了 如果你真的觉得为难的话 咱们可以立刻终止合同 但是我不管你想任何的办法 你必须在三天之内 把我投出去的所有钱归还给我 别啊 管总 您这招可是太高了 怎么样嘛 那还能怎么样啊 就成交吧 和我走愉快 忘了有个奇怪的阿姨来看我 什么奇怪的阿姨 不知道 她说是我爸爸的朋友 可是我不认得她 那你怎么不问她呀 我没问她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叫了她一声妈妈 还摸了她一下脸 她就被吓跑了 冒冒 她会不会真的是你妈妈 什么我不知道 你看 你现在没了爸爸 你见不到妈妈 你以后怎么办啊 没关系 我跟我妈妈说了 你可以住到我家 来 吃吧 董事长 您刚才给冯哲提的那些条件 明显是对咱们有利的 可是她一口就答应下来了 我觉得她没那么简单 要不看看试菜的发展 您再考虑考虑 这商务的价格多少 等项目一竣工 就可以把它租出去 然后呢 我们所有的资金 都可以回笼 还可以用租金 偿还银行贷款 你算算我们能挣多少钱 天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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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你俩找半天衣 他出去了 出去了 去哪儿了 我也不知道 说了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 今天晚也不回来 他怎么这样呢 伤还没好就到处乱跑 你说什么事比命重要呢 你有什么急事的话 要不给他打个电话 不用不用不用 我我就是路过这儿 顺便上来看看他 也没啥事 没事没事 那我先走了 谢谢 慢走啊 一会儿你跟财务打个电话 看看账面上还有多少钱 可以动 我昨天看过报表 账面上还有一千五百多万 看来现在只能卖房子了 告诉银行 我把房子抵出去 让他们三天之内必须翻款 三天 万一办不下来呢 那就是你的事了 烧灰那笔钱能不能动 烧灰那笔钱谁都不能动 我是担心万一有什么闪失 您的房子可就没了 假的没了 要房子干吗